《公屋聯體樓團》 我是公屋聯會社區主任黃家琦 今天《體樓團》邀請公屋聯會委員周駿輝 為我們介紹位於深水埗租治屋邨李靖屋邨 Gary,你在這裡服務那麼久 就由你介紹這個屋邨最恰當 多謝你 九龍深水埗是最早出現公共屋邨的地區 而李靖屋邨治區也是最早興建的邨治區之一 原村在1955年建成 在1984年重建成現時的李靖屋邨 在2002年的租治計劃 第五期開始出售 歷史講過大家可能最關心的是樓宇的樓盈 和單位的大小 Gary,又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全村總共有10座 出租的單位總共有4826個 現時約有900多個單位是出租 佔全部單位約20% 這條村因為興建的時間比較早 所以特點就是 全部單位沒有劏房設計 李靖屋邨共有10座樓 樓盈夠多有5款 分別是 舊長型、雙公自營、雙連長型第一款、雙連長型第三款 和Y4型 舊長型包括和平樓、順二樓 樓高21層 一層41火 實用面積最小為21.5平方米 但是每層只低一間 其餘的單位都是25.7至26.4平方米 雙公自營 包括人內樓、中校樓 是雙公自營樓的高座和低座 人內樓是低座高26層 中校樓是高座28層 高低座每層各15火 和公自營樓一樣 最大的單位實用面積65.1平方米 但是每座只得一間 其他單位實用面積由最小的33.3平方米 到最大43.2平方米 雙連長型第一款 包括道德樓 樓高27層 每層14個單位 單位實用面積最小都有35平方米 最大有53.1平方米 雙連長型第三款 包括禮樣樓、廉潔樓、和木樓 都是樓高25層 每層20個單位 單位實用面積最小33.2平方米 最大有53.1平方米 Y4型包括酵涼樓、酵池樓 樓高24層 每層18火 單位實用面積由34.7平方米 至52.6平方米 Y4型樓宇高度僅僅24層 實在少見 可能由於興建時 李正屋村仍處於行道之下 受制於高度規定限制 村內的生活配套又是怎樣的呢? 李正屋有商場、機會資本、地下停車場、露天停車位、遊樂場、休氣處、球場等等 雖然村內並沒有街市 但是一條之隔就是保安道市政街市 至於其他康體設施 就在屋村的周圍 當中就有李正屋游泳池、保安道球場、保安道圖書館和漢花園等等 如果有小朋友上學區裡又有什麼學校可以選擇? 小學是第40項目 區內小學有 聖工會基礙小學 李正屋官立小學 天主教善道小學 新匯商會廣青基信學校 中學圍九龍第二網深水埗區 李正屋村對外的交通又是怎樣的呢? 李正屋鄰近港鐵長沙灣站 走五分鐘就到 附近青山道、長沙灣道 多條巴士路線 往返九龍、新界和港島 說到李正屋村的由來 他用了李和鄭兩個姓氏 家因曬治區原子是李屋村和鄭屋村 所以各拿了一個字來命名 興建李正屋篩治區的時候 在地盤裡發現漢潮古墓 由於古墓範圍未能建屋 最後成為漢花園和李正屋漢墓博物館 最後要提醒大家 買了租字單位 雖然不用交租 但是一個中型單位的猜響 地租和管理費 一個月都要預千多元 今天我們租字屋村李正屋村的介紹就到這裡 請大家繼續留意我們的頻道 我們會陸續為大家介紹其他租字屋村的 如果大家對於我們今天的內容有問題的話 歡迎留言給我們 我們會盡力解答大家的問題 再次感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